大家好 8月11号美国的吴甲大楼表示 美国试射了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 民兵3洲际弹导团 美国国防部在推特上表示 第576号飞行测试中队 空军人员与Space Delta 30任务合作伙伴 一起执行了民兵3洲际弹导团试射任务 吴甲大楼表示 此类实验能够验证 洲际弹导弹系统的战备状态 并让盟友相信美国的核威慑 是安全可靠和有效的 美国民兵陆基洲际弹导弹 最初是应对冷战苏联 实施核报复 目前民兵3是美国现役的 唯一一款陆基洲际弹导弹 唯一的一款陆基洲际弹导弹 最新数据 美国共装备有450枚民兵3洲际弹导弹 1970年民兵洲际弹导弹 列装了美军 射程是1.2万公里 那这一次美国试射 民兵3洲际弹导弹导弹 飞行是6760公里 并成功击中了目标 它是从范登堡太空基地 发射 那击中的是马善群岛 瓜加林环礁附近的目标 之前美军曾经多次 在这个附近进行过试射 好像是两个月以前 我曾经报道过 美军曾经试射过一次 那个是有预警的 这一次是完全无预警状态 那特检部队的指挥官 布德罗 他表示美方并非 既由弹道导弹发射 作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反应 发射是5年前制定好的计划 并在发业发射前的半年 至一年展开了相关的准备 那么弹道导弹的试射 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 这个我相信 因为这一次发射 是有计划的 是有计划 美军每年的发射 实际在美国国防部 都可以查到相关的弹道导弹发射计划 这次发射也是之前有过 有过这个被报 所以呢 这次发射呢 并不是临时的 这个特点 大家可以看 这次发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南海发射的一个东风26B 这个时间相吻合 那就是中国发射了一枚 打击航空母舰的弹道导弹 东风26B 美军马上发射一枚 民兵三 那么中美也在核大国 核大国这种弹道导弹发射了 我觉得这个是在进行一场竞争 那谁有数列咱不讲 我觉得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 至少在中国弹道弹打击半截内 美国是占不到便宜的 那同样中国也不会到美国本土 威胁到美国本土 所以中美还是隔着太平洋 像以前讲的 太平洋足够大 中美只要隔着太平洋 就不会威胁到对方 美国也 我希望美国也做到这一点 不要威胁西太平洋 中国西太平洋的安全 中国同样也不会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安全 中美都在进行核导弹的试射 我觉得中美在西太平洋争夺 特别在台湾南海 这个争夺越来越 我觉得是越来越紧张